放棄!放棄!放棄! 放棄!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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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仕吟 半仕吟 半仕密贵 举座 人抓回来了 要不要给他点刺激的 要不然撬不开他的嘴 要么为党国所用 要么死 对于像云恩海这样的共产党人 用刑那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除非你愿意 你看着一个生命被慢慢地折磨 慢慢地流进最后一滴血 这个云海在我们手上的价值 也就一天了 过了一天 他的同党就会察觉 就会转移 就会换一个身份潜伏下去 到时候你就算撬开云海的嘴 又有什么用啊 不过只要是人 他就会有弱点 看看 多漂亮的一个女孩子 我有一种预感 我们会成为朋友 中共地下党 重庆联络站 联络人 带好云海 真实姓名王泉林 听我说话很烦啊 走 走 快点 快走 进去 珍珍吧 来了 坐坐坐 珍珍啊 我是你爸爸的朋友 你爸爸这几天工作忙不能回家 让我把你也接来 一起就住在叔叔这儿 你看好不好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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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好对我说什么了吗 你如果没想好的话 就先听我说 你从被捕到现在已经五个小时了 再过两三个小时 你对我就没有价值了 我知道 你们共产党人不怕死 但是一个父亲 不能丢下未成年的孩子 自己死 所以 到时候我会把你的女儿送来 让你们父亲一起上路 你是在挑战我耐心的极限吗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可以从监狱里找十个无恶不作的流氓恶棍 来试验一下你女儿承受痛苦的极限 好 放开我女儿 那你得说点我想听的 来 你的女儿 呢 喂 为什么 现在 在叫罪的 人 你 你看 他 他 你 没有 我这里有黑色的巴西咖啡豆 你们要吗 您稍等 我这里有黑色的巴西咖啡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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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走 走 快走 快 跟我来 没咋完的 且 且 别追 站住 快 谁的人 谁的人 快 站住 站住 让开 让开 站住 让开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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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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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姐 能帮忙照顾她吗 快走 我掩护你 快 别管我了 掖护 救头 快走 同志 同志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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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车 掌 请坐 又一个好同志牺牲了 九东同志 辛苦了 抱歉 我实在来不及抢救刚才那位同志了 我这次 从延安刚刚到重庆 我们的街头行动是绝密的 怎么会这么快就暴露了呢 我怀疑 咱们组织内部可能出现什么问题了 很有可能啊 真没想到 重庆的白色恐怖如此猖獗 我们的工作一直不太好做 现在形势非常紧张 你赶紧和联络站的云海同志联系 我要尽快跟他见面 把任务传达下去 好 师父 你从哪儿进来的 我从后面窗户 接到邱童同志了吗 接到了 但是出事了 我今天一到咖啡馆就发现被包围了 有一个同志牺牲我 我把邱童同志安排在一个安全地方 我们组织内部一定出现问题了 那你要尽快安排我跟邱童同志见面 那我迅速带他来 三点钟之前 如果我不回来您就转移 好 你去安排吧 要注意安全啊 好 注意安全啊 走 来 顺子 顺子 通知同志们 下午三点钟 准时在这儿开会 好的 我去了 邱童同志这次从延安来 给我们带来什么指示啊 云海同志 跟我进来一下吧 邱童同志 是 云海同志 行事这么紧张 你怎么集合这么多同志 这些都是我们的骨干 大家听说您从延安来 都想见见您呢 上级早有规定 重要的任务都要单独传达 你这样做是严重违反组织纪律的 我今后一定注意 不好了 外面发现可疑人物 同志们 好 好 好 走 怎么回事 云海同志 怎么会这样呢 邱童同志 咱们先不说了 我带你从后面撤离 好 我指挥他们撤退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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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跪下 跪下 别动 别动 老实点 跪下 跪下 滚到了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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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虐套 我把他们赢干 好 好 来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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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站住 走 追 快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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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没事 交通怎么样 请上 赶快上 你先到后掩护你 好 跑 跑 从延安来的特派员跑了 怎么跑的 这个特派员经验非常丰富 而且身手也极好 那另一个呢 另一个是我 我撤得比较早 而且又看好了路线 特派员跑了 那他这次入川的目的是什么 弟兄们动手太早了呀 还没来得及说呢 朝天门死的那是谁呀 这个不知道 我只知道从延安来的那个 叫秋彤 他们还有第二套方案 军长 我一定想办法搞清楚 一定会把秋彤抓到我 我没事 我这次呢 到重庆来是路过 我的目的地 是峨眉山 到重庆的任务呢 是把这份名单 交给重庆地下党的同志 是 名单上的同志 就是重庆地下党组织提供的 经过领导审查通过之后 他们马上就要出发到抗日前线去 可是没想到 重庆地下党破坏得这么严重 名单上的同志 可能已经牺牲了 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我说的话 你要仔细听 你的掩护身份 是古董店的老板 对文物应该有所了解吧 一点点 你要去完成一项绝密任务 你要以南京文物专家张金石的身份 潜入峨眉山的大佛寺 这个张金石 不但是文物专家 还是被日本人收买的汉奸 我们只知道 他的任务 与峨眉山大佛寺的七千箱国宝有关 具体任务 就要靠你去调查了 这是码头旅馆的钥匙 这里面有张金石的简历和行李 你还要查出潜伏在峨眉山的日本间谍组织 任务完整之后 与峨眉地下党联络 你就撤住峨眉 组织将通过八路军办事处 与国民党联系 由他们实施抓捕 记住 不要相信任何人 过过命的兄弟也可能背叛信仰 背叛信仰的亲人也是敌人 你的时间不多了 你马上出发 要尽快赶到峨眉 小翼 丘同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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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平安出来了 我们其他的同志怎么样了 参加会议的大部分同志 都被捕了 重庆的地下党组织 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啊 坐 坐 丘同同同志 您这次从阎安来 是什么任务啊 我是什么任务 为什么要告诉你啊 我是重庆地下党的联络人呢 任务已经烧掉了 任务内容非常安全 丘同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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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上是不是有点不信任我呀 是不是在怀疑我呀 为什么要怀疑我呢 丘同同志 对 那么 重庆地下党此次遭到破坏 那又是为什么呢 你是地下党负责联络的 你掌握着很多党员的联络方式 这和此次军统突袭难脱干系 你胡说 好了 组织上明确规定 特派员都是和地下联络人 单线下达任务 你为什么要搞集会 我再问你 为什么大家都被捕了 唯独你这个联络人 却平安无事呢 找个地方说去吧 中国的历史悠久 有巨大的财富和宝藏 我军部最高情报机关 截获了满清贵族 在东北的一个重要秘密 这一秘密 就是关于财富的秘密 从故宫运出七千箱宝藏 就藏在中国的四川 俄眉山中 刘院长不好了 藏宝殿出事了 那银子有没有 如果刘院长不然 然后刘院长不在乎 那么刘院长不算 所以刘院长不算 这是你的变化 宝藏护长不算 合作者 是怎么办 盟教授是在造凑文物时 突然暴毙身亡 郑教授 您对此了解吗 民间传说宫里 押存了一些被诅咒的文物 有的是后宫的怨队 有的是冤魂的巫蛊 不过呢 要是我亲眼所见 这还是第一次 刘营长 刘营长 不能打开 不 有些ifique 当时我们都在各忙各的 突然听见王教授大叫一声 然后摔在地上 全身抽搐 一会儿就不动弹了 事发突然 我也是刚到现场 各位专家们 大家都受惊了 可以回房去休息了 好好好 等等 什么什么鬼的 我不相信 我只知道在这大殿里 王怀谷死了 因此任何人都有嫌疑 从现在开始 所有人不许和外界联系 没有我的命令 任何人不得离开大福祀 如有违控者 军法论处 柳营长 你注意一下工作态度 各位 都是我们国府请来 为国宝文物登记造作的专家 柳副官 立刻 把文物收拾好 尽快把尸检报告交给我 是 国府请来的文物专家死了 如何向上面交代 沈县长 这件事事发蹊跷 我看暂时先不要让上面知道 柳营长铁面无私 要一查到底 上面知道也是早晚的事 这个 哎呀 这件事一定要谨慎处理 要不 我看这样 就上报自然死亡吧 要是不如实上报的话 上面怪罪下来 我一个小小的文物专员 无足轻重 可柳营长 堂堂的国军守备营营长 可是难脱干系 白专爷 你在国府里工作 应该知道 柳营长出身于名门 如果真要追查下来 柳家数大根深 难救其择呀 谁不知道柳营长 是您沈县长的准女婿啊 天有不测风云 文物造册工作 本来就人手缺少 现在又损失了一名专家 这件事你放心 我早已打报告要求增派人手 上面已经批复了 将有新的文物专家 来峨眉增援 好啊 这我就放心了 一颗致不在一颗塔 咱们的事 这一颗枪 这就在这碟呢 尤其是咱们的 账战这办法 连官党的事 人们的事 再进牢 而你得很堵 这里 堵 刘副官 你去趟邮局 务必把这封信找回来 好 喂 我是沈荆斋 我是老于啊 老于啊 荆斋啊 赶紧派个人来 把沈杰接到你身边吧 他在重庆参加学潮 上街什么 是为游行 还在包刊上发表激进文章 已经上了黑名单了 再这样下去 后果不肯设想啊 嗯 好的 我明白了 老于啊 谢谢你的提醒 全林兄 你的工作能力强啊 哎 我 我听说中共有个代号 云豹的特工 曾经在苏俄秘密授训 你叫云海 他叫云豹 你们俩有什么关系啊 这个完全没什么关系 是巧合 那这一次 这个云豹在里边吗 根据我的了解啊 这个云豹 很有可能就是秋筒 嗯 好 去坐 啊 去坐 有什么进展吗 没有 这个老家伙什么也不肯说 全力兄啊 你看有什么方向啊 根据现在的局势 国共之间的关系 十分错综复杂 每天都有变化 我看还是问他点别的事吧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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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叛徒 你出卖了同志 背叛了信仰 同志们 同志们 绝不会 绝不会放过你 你 秘密 就在我的心里 你 永远也拿不去 看样子 十万不出来吗 嗯 那就这样吧 嗯 嗯 越是有这样的共党分子存在 越能凸显你王先生 实时务固打你的可贵 啊 啊 谢谢王巡长 嗯 苏俄训练的特工云豹 就这样离开这个世界 就这样离开这个世界 哪个名字 都老了 算他说你 不得了 他就厉害了 他就点了 来 轮延 就行 大胸 难度这边 对吧 行人 上 别看 王怀谷教授的信 太好了 小弟以来俄美已经粤语 借出这些货真价实的文物 实乃事业生涯中的一大幸食 这些历代久远的国宝背后 隐藏着财富与权利的秘密 即使是余等仅仅是一介看客 也非不能与从中得利 此乃人生中的一次奇遇 潘玉兄早日团聚 地怀谷上 兄弟 你看 这信中提到的 奇遇 得力 财富等字眼 这有可能就是和那些金条有关 王怀谷作为一个专家 每个月出工资以外 国府为登记造册工作 每个月补贴75块银元 这在重庆成都也算是优候待遇了 可他的行李里却有那么多金条 营长 这事不是明摆着的吗 肯定是王怀谷把文物掏出去换金条了 不是 你来看 即使是余等仅仅是一介看客 也非不能从中得利 这句话当中 有可能透露出一定隐情 我怀疑王教授作为文物专家组的一员 有可能受到谁的蛊惑 从而成为了文物盗窃者的一个内应 那就是说他想偷但还没偷 是外面的人让他先看好了再偷 你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反正您说的那点隐情 我是没看出来 假如说这事真像您说的那样 是不是有点 就有点什么 那您就不是营长 您是神探柳探长 这叫犯罪心理学 营长您说的是什么犯罪心理学 我是不懂 我就想知道 您说这王教授为什么会死 难不成他起了贼心 让老天爷给咒死了 我怀疑 那个让王教授切报的文物偷盗者 有可能是大福寺里的一个熟人 由于他们合作不力 就把他给堵死了 营长 这些专家可都是国父亲来的 你的意思是说 现在每个专家都是嫌疑犯 先把他们怀疑成嫌疑犯 然后再一个个排除 我怕他查出什么证据来 所以我来跟您说一声 我知道了 此事无凭无据 不必在意 就算他们追查下去 也是一桩无头案 我是担心 沈静齋支持柳旭妃查下去 就算任凭柳旭查下去 对沈静齋柳旭都很不利 眼下他们又快要联姻了 这一损俱损 沈静齋不会坐视不关的 可是如果柳旭妃执意要查 查也查不到我们头上 目前国民党政府政局混乱 内部派系相互竞争 沈静齋唯恐有人抓住把柄 怎么会自己 往自己头上泼脏水呢 倒是我们 要利用国民党内部的斗争 尽快完成陛下交给我们的任务 龙脉计划 自从开始文武登记造册以来 我就密切关注着 每一件跟我们任务相关的文物 可我对文物了解得太少 王怀谷又不与我们合作 如何在这七千箱文物里 找到陛下想要的那一件 王怀谷是财如命 而且胆小怕事 死有应得 放心吧 我已经有了对策了 我已经有了对策了 小姐 到家了 爸 爸 好累啊 小姐 是啊 是 还有一样 你来看看这个 还真没想到 这么快就印刷发表了 这就是我叫你回来的原因 你知不知道 一个女孩子在重庆 写这样的文章 还数真名实姓 这是很危险的 爸 我这说的都是实情 国家现在到了这么危急的时刻 年轻人有责任 有义务去宣传抗日救亡的 爸 现在都什么时代了 女性都解放了 我也是受过现代教育的女性呀 我有着自己的理想信仰 事业和追求 爸爸 您就别拿您那封建思想来教育我 爸爸不是教育你 现在外头局势这么混乱 我是担心你 怕你一时冲动 控制不住自己的言行 受到伤害 不管怎么说 你这次回来 就不要再去重庆上学了 爸 想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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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我 是和弦斋的叶老板 怎么这是缘分呢 没想到在这儿又见面了 怎么着 这次您是公差还是私事 盛老板 私事 最近啊 和弦斋的生意可好 托您福还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